重讀经典 恩典在现 重读传道书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什么是好的人生 作者 谢挺博士 声演 TK 经文来自《环球圣经》译本 传道书二章三至四节 我心里沉思去让肉身被走路易 去找紧缘回 但内心仍有智慧人道 直到我看清天下的人 在短暂人生中所行的 到底有什么益处 我扩大自己的事业 我兴建房屋 栽植葡萄园 现在就等我们安静 在神的面前 来到去默想这段的经文吧 语经结年 今天读的经文提到 益处 原文的意思就是 好 好的人生 是传道书的主题 如何能够活出美好的人生 是传道者在传道书当中 从头到尾要去探讨的焦点 这方面可以从这个字出现的频密程度 看到出来 在一卷书当中 传道者用了各种的方式去探讨 到底什么才是属于美好的人生 而美好的人生 就比起智慧的人生 更加能够吸引传道者的注意力 他第一个的实验是享乐 实验享乐的方式 是用酒来到去洗到身体暢快 又为自己建造房屋 葡萄园 买博人和牛羊 积蓄财宝 又得到很多的飞笨 同时 智慧仍然持守住 也就是说 他所做的以上 这些事情和所有的事情 都是以智慧的眼光去探讨的 与神与人结年 与神与人结年 是感官的享受 物质的拥有 或是事业的发展 你又如何去定义美好的人生 你找到美好的人生 你还在寻求什么 来到去构成一个美好的人生 在这一刻 就等我们再一次去 默想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再次去构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